一恩师,一惋惜,往上清灵师指挥,如今虽为清灵现场闻妙火, 依然能享受到师,源源不断的滑水滋养, 师如活般,洒脱自然,随意发挥的智慧,令我渴慕, 师无限慈悲,为拔除众生学见独斥,引导入正道,说法无倦,令我敬佩, 师极妙的变才,领我把握现场,上衣殷姬说法,令我仰慕, 师的殊胜,方便尚巧,小心呵护大众的上根,隐意勾迁入佛制,令我渴养, 师庄园的生与异悦,处处视线,令众生性因果,一定又严防商业, 不敢再有放异之心形,令我感佩。 师对佛法的透达,处处都以经典为依据, 保持法的原汁原味,以事变才相应,令我敬仰。 师医烦恼的精确认识,气质的剖析, 巧借现实版的鲜华视力,以事实为依据, 让我们从自身上感受到烦恼的可怕, 就是毁灭自己所有好的恶魔。 不是身广无牙制, 不是颠扑不破的佛级别的认输能力, 令我不得不信师如佛无恶。 师通达古经, 无论是世间的为人处事, 还是奥妙无比的佛法, 都能完美应对, 巧妙言容, 自在无碍的广力大众, 令我赞叹, 师无功用行的掌线慈悲习实行, 令我神往, 师能从众多经论中把佛法精髓, 光俏点理顺出来, 恩赐医我们, 令我钦佩不已, 令我方喜追随。 师之慈悲不可思议, 师之智慧不可思议, 师之辩才不可思议, 师之功德能力不可思议, 众人再多再精妙的词汇, 众人再美妙的语言, 也难以余阳师得一望一, 亦师之恩德, 我常会忏悔不尽, 感慨万千, 如今云, 天下上有, 莫过思长, 父母虽负生意训悔, 而不能死离山途, 师常又静, 离生死苦, 得涅槃乐, 师之无量无边不可说, 不可数得生恩, 何之我才能报答, 何时我才能真正离弊尽苦, 得究竟乐, 愿诸佛语, 当谁诗教, 常念诗恩, 肃祥烦恼, 找正菩提, 以诗一样, 着欲情深, 永不复佛不复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